Stand Up Roland 附送阿錦 4月19日的Stand Up Roland附送阿錦 我們看到錦哥的背景已經不是再在台灣的一些酒店 他已經在播出當天,即是你們在看或在聽節目那天 他就出來4天,而我們錄音錄影的當天 即是現在這一刻,就是他剛剛出來 都不夠一天的,因為他是昨晚出來的 沒錯,今天是第一個早上 我告訴你,昨晚我搭出酒店門口其實很好笑 因為我不知道有時候人到你倒數的時候 我知道我快出來了,我倒數的階段 他心是很急的,只差一分鐘或半分鐘 我其實就不斷發訊息,其實現在是58分 不,我記得我第一次發訊息,55分 因為他叫我10分鐘前要跟他說一聲 即是說,你準備離開了,好像我還有菌 雖然隔離了14天,他都認為我是危險人物 大概10分鐘前就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就會把一些收據給你 然後你一會兒怎樣走 即是他說你只有一條路線走 即是好像走火鏡,你只有一條路線走 走了之後,不可以回頭 不可以回到酒店裡面 即是他說,他再三提醒你 你記住,你一定要把你要拿走的東西 全部拿走 你是不可以再回這間酒店 他這樣跟我說,他是一個訊息 他跟我說,你清理所有東西 你把你的污染物 他不是說你的垃圾 你的污染物 我好像去過那些什麼 好像你電影裡面 你是去過一個充滿細菌 以及放射性物件的世界裡面 你要把你的污染物整理好 放在門外面 然後你臨出門前 要戴上口罩 然後穿著鞋套 才可以離開 離開之後,你直接進行升降機 進行升降機之後按一字 然後落到底 這樣就離開了 那我就想 我想了一會兒 我可能… 因為台灣一樓 就是代表Lobby那裡 我一進行升降機的時候 因為我沒按過升降機 即是我進來這麼久 還沒坐過升降機 除了上去那次之外 但有人替我按的 即是我是無權按升降機 那我就看到有個1字 有個L字 我就突然想 咦? 會不會她說錯了 應該是L字 即是Lobby 然後我才離開呢 那我就按了L字 我一按完L字 就拿著她的行李 然後… 這樣下去 一開門 她們好像見鬼 她說 不不不… 一字一字一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可能 不可能 然後她就說 不是不是不是這一層 是1號 然後我就想 我… 我…我不是隔離完14天 你應該其實… 即是當我沒事的 那她說 不不不… 一樓 我就說 好吧…一樓 那我就按了1字 一開門就已經是後樓梯 即是我進來的地方了 即是原來她 她不想再跟你有機會照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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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一出門的時候 就在我的旁邊 已經有寫著了 就感謝你再次光臨 然後就叫你脫鞋套 即是你要把你的… 在房間裡的鞋套 可以脫去 即是就把你所有… 即是好像… 其實我心裡是想到什麼呢 是好像… 即是… 好像坐牢之前 坐牢之後呢 你要抱著房門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 你先說完 然後我第一次把口罩 我也戴著的 但是我那一刻是有點拉開 因為那條街沒有人的了 因為已經12點之後 因為我剛才又說 她一定…一定要我12點 才可以離開 即是做一分鐘都不行 因為我有58分問她 其實我… 你先拿了一張收據 因為可能有些文件 她就說不用了 你的文件 留在桌面 接著收據 我們找同事已經放在你門口了 你一打開就會見到 即是她完全不想接觸我 你明白嗎 很好笑 你都覺得 其實… 要不要這麼認真 兩分鐘她說 但是真的要00分 你才可以離開 要啊 因為… 坦白說 我不知道香港和其他地方 是不是這樣 但就這樣聽 我覺得呢 越謹慎是越好的 那怎麼會台灣清零清得這麼好呢 還有就是呢 我這樣聽你整個過程 有些像在看Netflix那些劇 你好像被人擠到一個研究中心 現在研究中心的Master 說放你走了 所以你就聽了指示 然後就跟那些指示走 你從來沒有見過Master 對,完全的感覺是… 而且我昨天晚上下電梯 我不知道… 你和我都沒有… 我叫做隔離過 你還沒隔離過 14天 我昨天晚上有… 我不知道 我開始覺得 其實有時候14天之後 會否很造作 其實跟平時一樣 但是當我14天… 我有說過 我在酒店房間 是可以打開窗 聞一下空氣的 但是昨天晚上 我在台北的空氣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到處都是空氣 你會覺得到處都已經不是酒店的冷氣 然後… 在我上的士之後 就是我坐的士回去 我上的士之後 你會覺得… 哇… 昨天聽著一個司機跟你對話 然後你聽著收音機 你會覺得… 哇… 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美好 然後我到處拍一些 我沿途的風景 你會覺得 我平時不會坐的士 我會覺得… 咦… 上次我經過這裡 這裡就是我曾經做… 這裡… 這裡就是101 你突然覺得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美好 而且你突然… 我回到家門口之前 大概… 10公里… 10米左右 100米左右 然後是有一間便利店的 你有莫名的衝動 拿著行李都想… 唉…我很久沒去過便利店 你的感覺是這樣 這樣…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有趣 你會覺得… 其實便利店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今早才真正接觸到台灣人 除了司機之外 我今早就去了… 樓下買了一個早餐 我吃了那個… 沖爪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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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會覺得… 嘩… 我和人對話了… 我走過停車場 我看到一隻貓…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有趣 因為14天你是沒有見過生命的 是呀… 全部都在Facetime、電腦、網上見朋友 是呀… 但是我想問… 你離開酒店那一刻 因為你從來沒有見過酒店的人 是呀… 走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種少少莫名的寂寞 或者失落呢? 好像在這個地方十幾天 到我走的時候 我都好像很孤獨地 自己在後巷走嗎? 有呀… 我昨晚一出門口的時候 你知道吧 我們那些屬於旅館 我記得一梯大概五、六間房間 六間房間 但是我一開門 你知道最好笑是什麼嗎? 其實我每天都會開門的 開門拿東西吃的 你也看過我的影片 我開門那一下 一踏出那張椅子和垃圾桶 即間開了兩樣東西之後 然後你一回望整個走廊 你會覺得… 我最明白… 我不知道 我自己形容的感覺 就好像電影裡 你坐牢後 不想再回頭的感覺 就是你看著每間房間 都有垃圾桶 都有那張椅子 因為那天剛巧 我不知道 應該我是第一個出來的 你會看到 其實你會感受 其實裡面還有些人在隔離 然後你會覺得 我好像跟他們很接近 明明是在隔離房間 而且你看著他門口 有些已經扔掉的垃圾 因為他不是4時才收垃圾 你看著那些垃圾 你會在心裡想 你很想好像救他 但其實你不可以做任何事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好像有菌的人 但你會覺得 其實就是很接近藍魔園 而且明明在隔離房間的人 我看到他們 他們每天就是送東西給我 但我又不認識他們 是… 所以… 因為他最後送的單位 我在那隻監視眼那隻 是… 我因為聽到他經過 平時你不會看的 你突然會看一看 你會覺得 他放下的那一刻 他好像認識你 但其實他對你完全沒有感受 其實很難忘地放下了一件事 但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們做這行 很有戲劇效果還是甚麼 還有我最後一出門 你正常離開 你不會突然看回酒店的名字 我每一件事都會突然覺得 其實我在這裡生活了14天 我沒見過這個酒店的標誌 就是那個亮燈的標誌 尤其是我晚上12時離開 你那天唏噓 你會覺得 我在這裡經歷了14天 我究竟在這裡14天 就好像進入了一個二次元的空間 我真的有這個感覺 所以你剛才說我是有的 是呀 我想像到那種失落感 那種失落不是捨不得 而是你從頭到尾在這個空間 你好像沒有見過任何人 連屬於這個地方的Master 我都沒見過 那我就走了 是呀 而且我一出去 我一出門口 在升降機和我房間的中間 有一對門 那對門就是我平時 如果我打開窗 看到那間房間 那間房間就沒有人走出來 所以我平時看到別人的窗口 就是那個露台 那個陽台 他沒有打開過 然後我在想 那對門後面的人究竟是誰 明明只是我旁邊 我每天都看著他 但沒有人出來 你會很好奇這對門後面的故事 但是那個升降機一直上來的時候 我一直想 這對門後面的人究竟我是認識 還是不認識 他每天都聽到我 可能在隔著房門 吵冤巴閉的事情 或者聽到我看電視的聲音 但是那對門 永遠都不可以打開 我永遠都不可以知道裡面是怎樣 然後我另一個方向就是 我逃生門的那部升降機 你很有那個感覺 還有因為凌晨12時你會覺得很寧靜 又很寧靜 而且因為外面是晚上 即是凌晨的街景 你會覺得很難形容那個感覺 不過其實十幾二十年前 有一套電影是西片來的 如果中文譯名叫深方方 它第一個方就好像驚恐的方 第二個方就是方格的方 它一開始就已經是世界困住了十幾個人 在一個空間裏面 那十幾個人在一個空間裏面 怎樣慢慢被困住之後 那些人性 那些醜惡出現了 怎樣處理自己 處理你的敵人 不可以留他在這裏 那種感覺其實有點像現在 你們隔離的感覺 雖然你說不是跟其他人一個空間 但其實你敷衍到隔離房 很多人都在隔離 那種寂寞 其實是 我想問你 你最後那幾天 你怎樣過呢 我想說 我終於明白 其實原來 幸好我個人想起 就是 我沒有想過倒數幾天 即是我是想明天就什麼 因為我最後那天 就突然之間萌生起這個念頭 就說 我今晚的凌晨十二點就可以離開了 我那一天 即是昨晚 其實說得好像很遠 我好像出了很久 對 昨晚而已 我昨晚的倒數日子是難過的 反而 差不多才難過嗎 不是 因為你很想時間快點過 還有四個小時 對 我昨晚很早起床 還有我發了一個惡夢 我不知道是否有關 應該也是 你突然覺得 咦?我還有一天 我會不會走不掉 還有我昨晚 即是前晚睡覺的時候 我睡前覺得自己 是有不舒服 但是不知道什麼不舒服 即是頭痛 所以我昨晚睡多了 我昨晚就早起床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我每天都是兩三點才起床 或者是12點 我最後那天 即是15日的 午後 是 10點的起床 反而是我隔離 這麼多天當中 算是早起床 起床後 我就在想 可能這些光進來 所以我醒了 當然發完惡夢 就醒了 然後你會覺得 我還有大概 十多個小時 我就離開了 是否應該準備收拾東西 其實所有東西都很正面 然後收拾東西 哇 我兩三個小時 全部收拾了 怎樣 我究竟做什麼 但是還有十多個小時 我還有什麼要做 即是你對所有事情 還有十多個小時 好吧 那我先看到劇 坐在那裡看劇 看一會 為何還剩下 好像過了過 即是你平時看劇 很快兩個小時 你看了半段 還沒看完 好像這部劇 不太適合 即是你會覺得 所有事情都開始 不順眼了 你想快點離開 是真的 所有事情都不順眼 好笑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有沒有收拾東西 然後你心裡有很多東西 然後我昨晚都覺得 這些食物 我中午和早餐 都是覺得一般 即是 你開始有負能量 你開始覺得想快點離開 你會想在外面吃什麼 開始討厭身邊的所有事情 那一刻 對 好像平時是很好 然後你會覺得 這麼久都還沒4點 平時很快 平時覺得 已經黃昏了 現在才4點多 即是我還有大概 七、八個小時才可以離開 然後你就 然後東西又收拾好了 然後你就想 我待會穿什麼衣服 早點穿好衣服 即是你會覺得早點穿好衣服 你就可以早點走 早點穿好衣服 早點穿好衣服 對 然後你知道我昨晚 你正常會想 回到這裡的家才洗澡嗎 然後我昨晚 我記得好像沒事做到 我是8點多 突然想要洗澡 然後你洗澡後 就想 我應該穿新的衣服 即是準備離開那套衣服 還是怎樣 對,見老婆 這麼久沒見 對,你又會想 不如穿什麼衣服 然後搞得又吹頭 然後還不夠時間 即是你覺得那些時間 原來變得漫長 是真的會的 我想告訴你 OK 所以我才說 剛才我就說 我大概十多分鐘 我訊息她 我可不可以早點走 其實你想想 其實只差十多分鐘 你可能真的在這裡看劇 或者看廣告已經過了 很快 但那一刻就很焦急 對,然後我到兩分鐘的時候 我都問可不可以早走 但這是自然反應 自然反應 是說 只剩下兩分鐘 如果我現在離開 是否把單位已經準備好 即是她再三提醒 我要零零分才可以 OK 是有的 是有的 你明白嗎 我想你現在很明白 就是當年 早一個多兩個月 香港突然間 14天再要多留7天 即是總共21天 你說到14天 那天才知道自己再多留7天 是否真的瘋 坦白說 如果是昨天 他突然下午通知你 黎珊 不好意思 我們的政策改了 你要總共21天 我會發脾氣 我想你要撞爛夢牆 真的 真的瘋 所以你明白為何在香港 大家的旁邊 從14天到21天 那時候 那些人瘋了 在Facebook馬上罵 嘩 即是我就這樣聽你 你會覺得 你最後那幾天 你明明好像夠資源 我最後那幾天 又說我的水都喝光了 即是你會突然間對很多東西 都會覺得 我是不夠了 我要多一點 即是我跟你錄了兩集 然後我們私底下 有時會訊息 你見我沒有說 我不夠這個 我不夠這個 因為我最後那幾天 我又說不夠牙膏 我有想問 可不可以換毛巾 然後水不夠 其實都不是不夠 即是都OK 明明還有 但是你會 你會有莫名的 想開始和人多一點互動 不是 我覺得你是那些 好像那些 臨分手那些情侶 差不多 差不多想飛它 你會不斷在挑剔一些不滿 我覺得這樣不夠 可能是 可能是 可能是這些負面的不滿 但是我發覺原來是出於自然的 是 我原本以為是 是 我不會做的事 我突然間做了 所以我很擔心 而一個這麼好脾氣的阿錦 都要有這些感受 如果將來我接下來要隔離14天 我想你真的不行 我想我個人這麼多 就是 你這麼冷靜的嗎 是啊 他很冷靜的 阿錦就出名的人很冷靜的 是啊 其實是會辛苦的 還有我昨天最好笑的是 我回到家門口 我發覺原來 你會突然間所有東西都錯過了 我插家鑰匙 不過我相信是關一連事 因為我老婆最後計 原來我們四百多天沒見 是 我們是超過了三百六十五天 四百四十幾天 我昨天晚上用了 我想我在我家門口 用了三至五分鐘插鑰匙 但只有一個鑰匙 還有六條鑰匙 然後只有一個鑰匙 我插了 這個很好笑 我不知道為甚麼 你明白嗎 平時你的鑰匙 你… 一種 一種開的 我插了 然後覺得 又不是很適合 究竟是否第二條 然後試了六條 好像六條也不適合 然後就開始調轉鑰匙 就是正反那樣 上下調轉 然後插 也不適合 然後我想 這裡是否我的家 你會有很多問號 因為我老婆在洗澡 我想沒理由 應該是這裡 所有東西明明很熟悉 但變得很陌生 很奇怪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但原來真的會有 很好感 很好的感受 整件事 你可以寫一本書 或者作一首歌 如果你是一個音樂人 是的 我想這些靈感 會馬上出來了 是的 很多創作 最後五分鐘 我們開始另一個主題 就是阿錦開始咬老遠的第一天 即是終於開始吃軟飯了 她老婆現在 在下午出去找食 她就在家裡睡冷靜 沒錯 這個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隔離十四天 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咬老遠 因為接下來這麼多天 其實她已經有很多 明天我跟她 我就要跟她去台中 就開始 即是我今早早起床 因為我老婆現在有個小小的跳舞室 那我就陪她去開 那她真的天生是金銀座 我昨天晚上見到她 即是除了我們 即是會說很想念 即是會親愛 我想說昨天的親愛 也是很奇怪的 因為隔離我沒有親對方 其實真的 你會覺得是很棒的 即是你會覺得我老婆 我的嘴唇很軟的 即是你平時不會珍惜的 你突然覺得是很特別的 一年沒有親過對方 其實是很可笑的 然後呢 我今早上跟她去 開這個跳舞教室的門 是 見到她一些學生 即是租這個教室 即是大家很有禮貌 這樣點頭 你會覺得又很有趣 我終於接觸到台灣人 即是大家笑得很友善 即是因為 因為我老婆又好笑 因為跟樓下的看姦伯 跟那個租場地的大廈的伯伯說 這個我老公 我沒有見她一年有多 她不知為何要這樣介紹 現在我的名字就是這樣 我已經四百多天沒有見她的老公 然後她下午就出去工作 基本上我明天跟她去台中 我都是助手而已 即是我沒有工作 然後我們昨天就租A&B&B 這樣 即是所有事情 我都預計到我接下來的生活 就是做她 助手陪她 這樣 如果我今天沒有工作 我也是陪她 太好了 那你錄完節目 就可以出去接她 還是怎樣 錄完節目 她應該差不多回到來 那你還不煮飯 我不是 我想說台灣真的很厲害 我不是說明天要租台中的房間 A&B&B 原本我是租酒店的 沒有想太多 然後發覺很多酒店 如果隔離14天之後 你是家居自主隔離 她是不收的 就是因為他們要遵守政府的規矩 你是家居自主隔離 她是建議你家居的 你頂部就是租一些房子 即是你不要接觸其他外面那麼多人 是啊 盡量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也守得挺緊的規矩 所以你在酒店隔離 你現在出來就可以租酒店了 不可以租酒店 不可以租酒店 是的 你盡量不要 因為你酒店會接觸人多很多 或者你要租那種隔離酒店 如果要租酒店的話 就要隔離酒店 如果你說是旅館那些 就可以 因為那些算是像家居那種的感覺 我們現在錄音加錄影的時間是4時多 如果作為一個家庭主婦 是要錄完節目之後去買菜 然後5時多要煮飯 其實我每一次以前的習慣 都是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如果我在台灣 我是前一年都是做的 我沒有東西做我就去買菜 我去買菜 煮湯給我老婆喝 因為我媽媽很怕我這個媳婦沒有湯水 然後就會叫我煮點湯 雖然我也不是很厲害 但是因為這個這麼事業型的金牛座女強人 聽說你昨晚回家 她也感覺不到你回家 她只顧著開會 是怎樣的情況 因為首先我剛才說了 我用了5分鐘在家門口 正常人應該聽到 她在洗澡 但你也會知道 你也會抹身 她是不知道 我會拍下整個過程 我進入家 然後進入我的房間 已經走進來 我其實有份生日禮物準備了給她 我想 我已經進來了 既然原本我正常想她在廳 就會看到我拿著禮物 然後我想 我已經進來了 當然沒有人理我 不如我放下她 我放下床 然後我把行李 因為我的行李很大 又拿著手機拍攝 我就很重地拿著行李進入房間 放下行李 然後我姐姐提醒我 我記得要噴東西 然後我再噴東西 這個時間可能已經是5至10分鐘了 噴東西了 然後我拿著機 你再走進我的房間 我老婆也不知道 直到我進去拍下的時候 你好老婆 然後她說 為什麼你進來 然後她的頭就包住她 因為洗完澡 洗完澡 她就包住她 然後她說 幸好我有穿內衣 不是被你拍到 然後她才說 你回來了 然後她就過來抱我 抱抱我 很緊張 那一刻 如果四百多天沒有見 一對夫婦 擁抱加Kiss 就像你所說 你說那個Kiss是很特別的 立刻的感覺 是啊 就是平時 平時有時候 我上年有時候 譬如一個多月沒有回來 或者一個多星期沒有回來 你都不會立刻要 有時候都會抱一下 那你親吻那一刻 你都不會覺得很 就是一個多星期沒有親吻 你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或者一個多月沒有親吻 你都不算很大的感覺 但是這個真的是 而且我昨天抱著她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 這個肉體很陌生 我昨晚拖她的手 就是我今早我們 一起拖著手 走公園 這個肉體很陌生 好笑 我告訴你真的 是真的 我雖然說出來好像很好笑 但是是真的 是 就是你昨天晚上 他在那邊抱我 就是我們睡覺 昨天晚上 他還是晚上繼續開會 還有要處理一些事務 我們昨天晚上 最後好像今早6點多睡 因為我回到那裡已經成天了 然後他很窩心 他就買了一包鹽水雞給我吃 因為他知道我很想吃 所以昨天晚上我們 晚上2點多的時候 出了一個帖文說 我們終於吃到鹽水雞 嗯 而且我收到很多電話 就說恭喜我 然後昨天晚上吃完之後 到我再去洗澡 然後他再做一些事 我們早上睡覺的時候 他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就說要抱著 他突然變成小鳥居 雖然他感覺上很事業型 但是我們一睡覺的時候 其實他也會變回小朋友 是呀正常 是呀 但是你很陌生的肉體 是不是有一個好像 剛剛拍拖的感覺 拖手 是呀 還有我今早上街拖手 那一刻也是的 就是因為昨天晚上 你回到家後不會拖手 就是你不會拖著手 到處走的 那但是今早上街 我們拖手的時候 又經過那個公園 又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會做很多 平時你做的 但是你會覺得很新奇的事情 是呀 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 真人秀的節目 如果拍下來 如果拍下來 但是你這四百多天 你們各自的生活 指埋指埋 真的很好看 是呀 還有人生會瘋 我終於明白 有些人說 我聽到很多人說 隔離期間 是分了手 我也明白 其實如果 我們夫妻 我們包容性大很多 但是如果情侶 是很難捱的 是呀 他們會情願 不如分開 認識別人 是呀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星期三 阿錦會再出現 到時候 他應該去完台中 不過不要緊 我們繼續說一下 阿錦的咬路遠的 第二第三天 是怎樣過 還有我們 星期三那集 繼續有星葬命盤 好不好 那我們 星期三再見大家 拜拜 飛行月盤